我一段關係是無條件付出 我是浩南說的 不合聽的話,你想聽嗎 愛情跟踏單車一樣 不跌過是學不會的 當有感覺就要衝 感情問題一律建議分手 知道有甚麼事了 三位絕世大美女 你們身為女神級 但你們第一代未進化 還未進化 當時表現有多醜 我覺得現在也不算很漂亮 然後… 很小的… 別搶眼睛 你好,我小時候參加校花選舉 我小時候已經很大 小時候不小心參加校花 也不小心獲獎 但我不覺得很漂亮 你獲獎的甚麼校花 我獲了全港甜美校花 第幾年了 甚麼你不說 我獲回九年多 全港甜美校花? 我中學時參加比賽 我獲獲了這個榮譽 是 謝謝當時支持我的支持者 雖然當時是我的1.0 現在是3.5版本 是 但我覺得其實變化不大 而且當時還未發育 對…還未發育 當時我差不多了 我記得照片… 也差很遠,你別說 對,大家快點找出來 真的差不多 我當時也有試 只是我沒有顯示出來 只是現在人大了 發育更好,穿衣服有線條 別質疑我的身材 其實只肥胖而已 Helen,你有試過很醜嗎 在臉上生漢斑 因為當時打球打得很厲害 一塊塊白色的 對,生漢斑 我懷疑也是這樣 我懷疑打球太醃了 對,會有漢斑 以前我也是黑的 然後很多人一塊塊白色 四處都有 那可以退出嗎 後來大大一下就失去 沒甚麼特別理會 那會否當時有很多漢斑 就沒有兒子混 其實我經常不明白 為何我小時候讀書時期 有這麼多兒子混 現在漂亮了,然後就沒有兒子混 這集的嘉賓說 自稱以前很醜 又不懂得打扮,又是一個肥妹 但因為經過她的經歷 不同的男朋友對她的嫌棄 她現在簡直比你們三位漂亮 這麼誇張?要看過嗎 真的要看我嗎 請她出來 我看 好 試試看吧 好 Serena,23歲 是一名學生,目前戀愛中 Seryna 你好 聽說你以前是否很黑 還是怎樣 你覺得自己有多醜 眼、耳、口鼻,握上一塊 但眼、耳、口鼻是沒甚麼改變的 你最後是整容 可能那種比較肥 即是爆麵,像發水麵包 發水麵包 對… 那種樣子未進化 現在已經進化了 我以前比較… 我現在也是健碩 但以前是很滑 健碩 不有帶舊 對… 那是否每位前輩 他們喜歡這個身形 還是會批評你怎樣 他會想我做出一些改變 可否開罩來看看 你現在變成怎樣 好… 好,來,開罩 她的樣子… 不…我正在對比 你說今天Seryna有些輸蝕 有些蝕蝕 我看到… 是… 是否輸蝕了 上面… 對眼睛… 有層 因為今天她穿了一件外套 我以為輸蝕了,就只穿了一件外套 即是現在我的眼睛都輸蝕,對嗎 這是甚麼意思 這些東西我不敢說 你先想清楚 這些是白貨應白客 對,對 證明193這次是不錯的 因為她平時不會幫嘉賓 不斷繞著 她還有一件緊身小背心 對,有點忍不住 但看不出以前是一個很胖 而且很黑的女生 可否多說一些以前 如何蛻變到現在的 中三的時候拍拖 然後… 第一次?初戀還是中二 初戀 你追求她的? 我追求她的,對… 中三之前是否沒有人追求你 沒有 好的… 完全沒有 然後她就開始說 你好像不太夠瘦 或是好像你不太… 因為她有個很喜歡的KOL 她很白,然後有筷子腳 但我天生就… 筷子腳即是大腿跟小腿一樣 那麼粗嗎 其實妥卻差不多 各位觀眾,別這麼天真 對 你看社交平台的照片 全都沒有拍照 要看還是看影片 每次看影片就不同了 尤其是看我們亂說話 就知道我們三個主持有多棒 要宣傳自己的 你看他們三個,看他們的社交平台 都不同了 你說甚麼?甚麼不同 但無論如何,她受你追求 當時你是一個胖的 但她喜歡一個很瘦的,跟你說 很瘦的 跟我完全是兩個相反 為甚麼她跟你說 是想你去改變 她有一點點說 例如呢 她會說 如果你的腳像他這樣就好了 你的膚色、你的化妝 好像是她這樣就好了 然後呢 你又沒有因為這樣而作出改變嗎 有,我在膚色上… 是怎樣的 因為我喜歡曬太陽 之後為了滿足她的要求 我就外出擔傘 然後穿長袖衣 然後再極端一點 可能15、6歲時就吃美白丸 可能吃了一段時間 吃到可能那個康蒙斯有點亂 然後沒有禮拜 我媽媽就說不可以再吃就停了 之後就上網找很多… 我覺得是偏方 例如喝二米水時就不知道… 我也聽過 那些人都去水中 那些人都說有水中和白的 不是 檸檬、二米水 要加檸檬,她也沒有加 你沒有加檸檬嗎 我沒有 檸檬是維他命C才美白 對 你不需要用Google的嗎 我有,我只用Google搜尋 但她只彈了二米水 每天都喝四升 你以前是完全… 肥膩會中水毒 對… 以前是完全不塗防曬的 外出的 我不塗的 然後因為認識了她有塗 我也不塗 好像…你當作室內、室外 我覺得跟男朋友一起很高消費 她又要塗防曬 然後又要吃丸 又吃丸 又吃丸、米水 我會覺得… 其實我在質疑 到了你跟我一起 是因為我剛巧跟你試愛 你純粹沒事做 而將就跟我一起,還是… 沒錯,我也想問,究竟你們是怎樣發展 你跟她說我想追求你 她就說好,一起去,還是… 我當時是晚上打電話給她 我問我喜歡你,可以跟我一起 然後她就… 我說我洗澡後,你給我答覆 我不想拖這麼久 然後… 你不是一直拖著你嗎 可能她從此說去了洗澡 也不回來,不再錄個訊息 然後她就… 拖著了 她就說好,一起去吧 會否太容易 她也送上門,隨便一起去吧 之後才發現不喜歡她 我覺得男生的心態是會的 有所謂的 我不太幻想到 你以前中三是甚麼樣子 肥胖得怎樣 肥腰有多髒 讓我看看 有… 有照片看嗎 有照片看 你打算給觀眾看嗎 終於有照片看 說了這麼久,有照片看 每集都沒有照片看 人們只說男朋友有多醜 不過我覺得小時候拍拖 多數不會看對方有多喜歡自己 一般都是自己有多喜歡她 對… 很喜歡表達,有多喜歡她 我小時候拍拖很麻煩 對,你很喜歡她 不斷想說很喜歡你… 不會理會你,你喜歡我嗎 我發了很多訊息 我不會理會對方 是怎樣想,我只會理會怎樣想 最重要是表達自己 對,更大後就完全相反了 好,先看看… 我中三的樣子是… 你這樣 很誇張 我感覺有點像一塊蜜包 但她其實… 對,像發水麵包… 像發水麵包,真的很像 不,不是發水麵包 你是一塊蜜… 不像中三 一塊… 很像小學 中三的蜜包 蜜包蜜包,挺有趣 我又不覺得她很討厭 當時你只是中三 可以再看一次嗎 對,你小時候是這樣的 我覺得不算有很大分別 真的很想知道她的男朋友 外形上有多優秀 她才不斷要求你不斷進步 你說你真的很英俊,效草 那我明白 但你…不,其實你只是個蜜蜜 大家都蜜,那你甚麼 很高的 沒辦法 她是否大胸 是否大胸 大胸,但她要求你… 原來我傷害了她的心味 不,她很瘦 很瘦,即是一枝竹 但她很高,可能是190 她是J自己就可以了 綠竹 那你以前有摘傷她嗎 我喜歡自己的腳就行了 當時有減肥嗎 我沒有很刻意去減肥 但因為開始長大 開始拉高過人 所以自然就會… 開始長大,手放在這裡這麼奇怪 不,拉高了一個人… 你拍了多久 討厭你的男朋友 如果要計算的話 中間可能斷斷續續三年 三年間你會有很大的轉變 也很大… 她是否很滿意 她說她很喜歡我的性格 但… 我會跟那時的男朋友說 我不會說 我那時的內心一定會想 其實如果我現在的質素 我才會選你 如果我像她的條件 我現在旁邊的那個不是你 不好意思 但沒辦法,當時是她主動追求別人 真的沒辦法 當時她的條件又沒有那麼好 你又沒有其實不開心 為何要為了這個男生而改變 會否… 我覺得當時 因為還小 還未建立自我形象、想法 所以很多時候她說的話 會影響到我的價值觀的建立 現在其實也會有影響 其實會有那種想取決男朋友的心 如果你們三位 以前有男朋友跟你說要改變一件事 覺得你不夠好 你會否因為這樣而改變 我覺得我不會改變 我開頭可能幾個月的日子 我會給你一個你想我的形象 例如我如果有男朋友 我會跟她說 你可否在家中… 我們還沒睡前,可否遮瑕頭 如果那天… 不,我意思是 如果你那天下班 你不需要回家後 就馬上下妝洗澡 你可以保持遮瑕頭 直到你睡覺前一刻才會洗 例如你會煮飯 你會跟我看電視 我想在這個過程中 我保持很英俊的樣子 對,我會喜歡男朋友 就是… 那個是雕像 例如我有時回家做完事 也不一定要回家立即下妝洗澡 可能在前一刻 我想讓你們看我的漂亮的樣子 我以前不會想這些,我現在會 因為我發現每個男生 都喜歡自己女朋友的漂亮面 因為做我們這一行 我們上班時是最漂亮的 有專業的人替你設頭 有漂亮的衣服、有漂亮的妝 但你回家後一定會卸妝,很厚 但他每次回家後 就看到卸妝的我 因為遲了我回家 我永遠見到最無分打扮的 我覺得很可憐 所以我現在盡量留妝 可能12時前… 為何我要工作,你來接我下班 12時前,你還沒回來 我也盡量留 但那12時,我真的留不到太久 我就會盡量… 讓她的眼睛開心 你聽到有點像 經常聽過某些人說 日本有某些女人 對 是要等老公睡覺才下妝 好像我的膚色深 很多人不喜歡 但不好意思 我選的男朋友每次都說 是因為我的膚色 但我曾經也試過 即使她不理會我的膚色 但她在外在上 可能也會看到網紅 你知道有些女生比較玲瓏浮得 她會否比較 就像Serena以前的男朋友 她不是拿著郭奕森的藝術 跟你說,你看她的 你看完你又大又大 她會拿一些大 可能我根本無法改變的東西 但我會嘗試取悅 那就會嘗試取悅 嘗試取悅 吃藥 按下有用的 吃藥 以前… 你有吃到藥嗎 以前很久 來吧 來吧 即是你喜歡這種類型 有一點想成為她內心 很喜歡的那種類型 那就會嘗試取悅 嘗試取悅 即是按下有用的 吃藥? 以前有吃藥嗎 很久以前… 很久,差不多10年前 她說很煩 別煩 你吃過藥嗎 是… 很無效的 很無效的 是泰國的 不知道沒甚麼認可的 吃完之後她說 心跳加速是正常的 那她有否大聲 氣速,未大已經有氣速 可能是因為靠你氣速訓練的肌肉 那些… 家庭也說千萬不要學 不要亂來吃藥 那些野國粉或荷爾蒙 令你… 不行 你不吃就不行 即是可能令荷爾蒙改變 所以某些女性特徵變大了 對,然後我就寧願不吃 那我不取悅她 我保持這樣會比較舒服 當然,你找一個自己愛的人 對… 你不需要怎樣取悅她 她喜歡你,你喜歡你的本質 不過取悅是只能做一些花生 能力範圍做到就做 能力範圍,沒錯 而當時Sarina的男朋友 給了很多筷子腳 你們很努力去改變自己 是 你為何要怎樣分手 我已經改變了,你還要分手 因為她說想專心考DSE 所以就分手了 我想問她考完後 你們有否在一起 我覺得自己已經跟別人在一起 她沒有跟別人在一起 你跟別人在一起 是 她有否想跟你一起 有… 為何你會這樣 很好,她這個決定還會被人租賊 她這個決定是否一件事 但我想知道 為何你的心態會突然跟別人在一起 因為我受救 對,我明白,我絕對明白 因為我發現自己怎樣也無法擺動 對,我怎樣也無法改變 我以為你受救 是我受不了你,但原來我受救 我真的無法擺動,就算了 然後我就… 我覺得我無法改變環境,就算了 那次是別人追求你 對… 你也受了 受了 會否跟之前的男生有關 他激將到你 令你變成另一個人 要努力去美白、努力去減肥 才被其他兒子追求 我覺得是… 反而你之前的男朋友幫了他 其實是成就了另一個他 但我覺得心理的陰影 是沒辦法填補的 無論如何,過了他 之後你第二段是否去大學 DSE結束了,分手了 是,我們上班吃 怎樣?上班怎樣?認識到甚麼人 我們在同一條健身組中 運動… 健身組,即是你當時已經很喜歡運動 需要做健身組的公司 那時還沒去做健身 我也是做平衡 但還沒去做健身組 但認識他後就開始一起做健身 很可憐,又繼續減肥 一起做健身 一起做健身 挺有趣的 我經常看到某些情侶一起做健身 其實我沒有幻想過自己會這樣 那你怎樣?一起做健身 就一起… 對… 他應該很健碩 他比你的頭部更大 對,很漂亮 他手臂17吋 你喜歡這樣嗎 17吋… 但有時我會覺得… 為何我會說我喜歡… 我想說我喜歡的男生是怎樣的 你喜歡的男生? 大家都明白 不要太大,是嗎 大家都知道你 我覺得漂亮的男生身形是鋼條 就是小小大,可能是籃球員身形 那你那種是哪種身形 玩健美的身形 真的嗎 真的到三角… 其實那裡是三角… 對… 真的很漂亮 他真的一塊一塊 我覺得這些人站在他旁邊 有些熱氣滲出來 不知道為何他太健碩 有很多能力 你勉強了一點 你真的要感受到… 笑死了 很熱,有一股熱氣功 我會坐開一點 很恐怖 人一輩子都要嘗試 當你試過,我會覺得很不同 原來是健碩和健碩 他喜歡… 他很喜歡健碩 我以前不喜歡 但當你接觸過後 你會發現原來一個人 可以練習自己的身形這麼漂亮 我有一種欣賞他 對,欣賞他 你很健碩 我睡覺時沒有空位 很棒,43歲的空肌 你喜歡肥仔嗎 肥仔也沒有空位 你玩嗎 我是有練習的 我欣賞他的自律 那時候自律和努力 欣賞他 對 而且他很健碩 當時你那個健碩 你跟他一定… 如日方中 我們兩個人都站在身上 然後又有甚麼事 他可能對身材要求比較高 他可能是想… 因為他自己也很健碩 他訓練得很厲害 他自己的身形也很好 他希望身邊的身形也要很好 其實你是挺好的 你說跟他一起做健碩 很好 而且你享受做這件事 我喜歡做健碩 但我們可能是… 你說甚麼節日 情人節、聖誕節、倒數 新年、清明 都是… 很嚇唬 情人節也會在健碩室 對,我們也是健碩室 但問題是在健碩室前 你們先吃一頓飯 先捉住一下 沒有,我也是吃雞胸 吃雞胸 吃雞胸,沒關係 是否因為他要準備比賽 還是準備比賽才練得那麼好 他還沒去到比賽 但因為他的飲食習慣很平常 但如果你又不是比賽 你這麼悶,我們在拍拖 會給你情趣 每天吃雞胸,是否搞錯 當然是我的 但我覺得是這樣想的 男生有這個興趣 我不可以阻止他 但他不可以附加… 你不可以節日也不按 他不可以附加在我身上 對… 我也喜歡做運動 但我喜歡的程度未必達到100% 我60歲,我也可以叫他喜歡做運動 譬如我覺得完結了 但他強行要我繼續來 你可以叫我接受你喜歡的東西 但你別逼我跟你一樣做而你喜歡的東西 他有逼你更厲害,還是你… 他覺得我的腰… 我天生的腰真的不太有 他會叫我練闊一點的上身 和我顛簸 這是我練闊 對… 是… 視覺上不就再有腰 要練闊一點 連他女朋友也要到三角 你因為這位男朋友瘦了多少磅 5至7公斤左右 5至7公斤,即是十多二十磅 差不多… 瘦也不行,每天吃低胸 就是變成現在的身形了 再瘦一點,我現在胖了 之前再瘦一點? 對… 之前吃東西也要綁住 要我稱之為多少克的脂肪 我想問你當時體脂是多少 問吧… 18至19 我當時選尾,即是172公斤 51公斤,當時人們都說我很瘦 當時便是18至19體脂 對,他真的很瘦 當時是瘦的 很瘦… 為何你沒有反抗過 因為當時健身上有一點上癮 會的… 可能他會挑剔你 然後你照鏡也會挑剔自己 反而你自己開始有力求完美 對… 想更加好 哪一塊肌肉可以更漂亮 或哪一塊部位可以更漂亮 已經達到那種狀態 但其實你算是否後來享受健身 也有 享受健身的身形 但我… 他不喜歡男朋友這樣… 我不喜歡他,當然會撲我冷水 這件事不算是一個超級慘的故事 也有點勵志 令你堅持有自己的目標去減肥 最終為何會做甚麼分手 因為我本身很想做英文新聞的記者 但他經常跟我說 他說記者真的找不到吃 然後記者又危險… 又罵他 又罵他 總之在他的眼中不是一個好的工作 他覺得找不到吃 那他想你做甚麼?做職員 不知道,是其他工作 他沒有任何提示 但他跟你說 沒錯 他覺得記者是吃力不討好的事 他只有錢但沒有見樹 對,他只是給你建議 其實他是勞騷 他覺得你不跟隨我做那件事的時候 那件事就不是好事 是 他會不斷踩踏你們的事 這就是控制器 其實他是想控制他自己喜歡的人 成為他最喜歡的模樣 對 聽到無管凍 這些人真是好 這些人真是好 你們沒有遇過,真是好 我很明白他… 你們有試過男生這樣叫你們 甚至是你們因為他的說話 而放棄了某些事嗎 有,我想起也覺得很慘 有男生想哭 甚麼?沒有男生 我曾經有一個朋友 我當他是哥哥 我們無意之間做事認識 他一直以來都很支持我 對我很好 我直至跟那個男生一起的時候 他要我跟別人絕交 他要我把別人送給我的禮物 全部還給別人 然後要跟別人說 你以後不會再找我 然後你明白很多年的感情 就是普通朋友的感情 為甚麼你要用自己的角度 去想一件事 然後要控制 當一件事你被他控制的時候 他無論任何事情 大大小小都要控制你 我曾經很遷就其中一任男朋友 因為有一年我沒甚麼工作 我很想去外國讀男帶 因為要讀三、四個月 我就問他意見 我已經做好資料搜集 打算跟我一起去 他說,你試試去吧 你去我跟別人分手 我又不想分手 所以我沒有去 因為我挺聽男朋友的說話 例如他說… 為何突然想讀男帶 我喜歡煮食,想讀男帶 你讀男帶就是立火頭冠軍 無論如何,你現在也不錯 雖然你有這種經歷 但令你變成現在的身形、樣貌 也算是有兒子混合吧 也是,托拿有兒子混合 他現在很謙虛 你現在是運中嗎 是… 這樣也很好 這件事起碼令你有成長 雖然這是一個算是不好的經歷 但也令你現在變成更好的人 你今天上來 要放下甚麼,忘記這個人 我想放下我人生 第一個用牌子的碎粉 因為它的顏色跟我的膚色有點… 差很遠… 我一定會看到這些人 顏色跟臉色不同 原來… 為了追求很白 對,這款好像是01號色 01號色最白的顏色是我用的顏色 比01號色 比01號色 你現在也不是用01號色 我現在不點,我起碼是03號色 你幾歲的時候用的 拍攝第一次拖廁還是怎樣 第五、第六 我真的是第一次,還是有點肥 這樣過了期很久 這樣差很遠 你想想,你看他的照片的膚色 跟這支粉底相差,超遠 但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也覺得 好,那你交給我們 我們幫你放下這個… 以後不用因為取悅別人而用這種化妝品 做你最喜歡的自己就行了 那也祝你 以後的男朋友都是喜歡你這個人 而不是想改變成他們喜歡的模樣 而且記得做所有事都要自願 沒錯… 而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愛情疑難 歡迎WhatsApp去62001906 或以下的網址報名 上來做我們的嘉賓,女主角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